那我们做一个最差的设想 就是说万一他真的过了 我跟各位报告 他的美国的国会程序是这样的 参议院先表决 那参议院据我了解 要过的几率真的是有 我当然不能够说多高 可是通过的几率真的存在 那如果通过 他接下来就要进入全院委员会 也就是说 参议院跟中医院一起开会 然后来协调最后的文字 那当然也有可能中医院把你推翻 可是目前看起来不太会推翻 因为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坦白讲 各自代表民主共和两大党的 相当多人 所以我认为 到了全院委员会 恐怕不会再选前开 可是各位去设想 如果参议院真的通过 我认为炸弹就炸开了 一直到全院委员会之前 我认为中美关系就是跌到谷底 那甚至于会有非常严重的冲突 这个严重的程度大概是 仅次于断交 仅次于断交 我觉得会非常严重 那到底中方会做什么反应 我真的不知道 那可是就是空前严重 那两岸会发生什么事 我也不知道 可是我认为也会空前严重 就是如果参议院通过 那参议院通过还没有真正过 因为还要到全院委员会修文字 可是你想啊 现在是9月14 假设我们参议院是在 假设美国参议院是在 10月中 他才弄了一个东西 那11月报道就要选举了 所以全院委员会 势必是来不及的 可是目前美国这个整个气氛 我看他们反中的程度 比台湾还严重 所以你叫他策案 或者是你说 大家就站出来反对 我认为可能性并不高 这是目前的状况 那第二个就是 我们就看到 8月15彭博 还有华盛林邮报 也陆续 写文章啊 你看那个彭博 右边那个标题啊 他说等于是 risky face off with China over Taiwan 就是这个风险 非常高的一个 摊牌啊 face off 那你真的要这样干吗 这个彭博 跟华盛林邮报 华盛林邮报 是很亲民主党的报纸 他就公开这样写了 他说 有比那个可避免的战争 更糟糕的结果 就是战争真的发生了 然后全世界都在怪你 说你是战争的造成者 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法案 这个华盛林邮报 写的真是血淋淋啊 他说如果因为这样 他也发生战争啊 那大家又会归罪到美国 那 结果战争发生了 那美国被归罪 这个结果更糟 更糟 他说这个结果比 有一个战争危机 然后我们把它化解 还要糟糕 按照台湾政府 非常希望通过这个法案 就这意思 不然怎么会急着通过呢 而且是召开临时董事会 那你去想啊 台湾政府为什么会急着通过这个法案 他难道不知道这个会引起 很大的震撼吗 不可能 不可能不知道 当然有人会联想啊 说啊这个对选举有利啊 其实各位不一定啊 我跟你讲不一定啊 你看这一次 这个8月4号的围台军演啊 把台湾围围起来 那这么多的飞机通过台海中线 那我们这边无计可施 你认为这样会加分吗 对年底的选举 恐怕不一定吧 所以有人说啊 这个就为了抗床保台吧 那就鼓动这个法案通过 那可以扭转选举的气氛 也扭转明年 一直到2024选举大选啊 总统大选立委选举的气氛 我认为未必啦 因为我跟你讲 这个法案的严重程度 远超过佩洛西来台啊 佩洛西来台只是一个个人来嘛 他个人的身份是议长 或者说接班顺序 No.3 这个是一个法耶 是意味着美国跟台湾关系的永久改变 你去想想这个冲击有多大 这个冲击会非常非常大 而且不只是会影响到 因为台湾就是直接 美国通过的那个规范的对象嘛 所以不只是中国大陆会对台湾做动作 中美关系也被彻底的颠覆啊 因为你去想一想 这个基本上就已经几乎瓦解掉一中政策了嘛 不是吗 那台湾代表处都浮上台面了 台湾主权像这个也浮上台面了 那实质承认都浮上台面 这种字眼都出来了 你去想想中美关系会变成什么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几乎可以想象 那个反应一定会非常激烈啊 那反应那么激烈 你在军事上又无计可施 这样会有利于选举吗 坦白讲现在越来越来有人质疑说 抗中却没有能力保台啊 这已经开始被人家讨论了 或者说抗中 抗只为抗中不会保台 这种话都被人家讲出来 所以我认为啊 我们这边急着通过 不是选举的考虑 可能有些人是啦 可是我认为主要的不是 我认为主要是什么 主要的是 我认为啦 他认为两岸 做政治谈判的那个时间快到 躲不掉啦 因为你两岸除非是战争结束嘛 不然总是要政治谈判嘛 那政治谈判 你台湾总要有个地位吧 有个身份吧 那如果这个法律 是美国通过的法律 你要知道美国通过 台湾关系法 台湾是没有身份啦 台湾事实上是一个 叫做统治当局啊 叫台湾当局啊 叫台湾authority啊 那台湾政策法是直接说 这是一个民选政府 所以它是一个正当的台湾政府啊 等于是 等于是我们在 我应该说是台湾 这个民进党政府啦 民进党政府这样在思考啊 他认为啊 在美国的国内法里面 如果把台湾当作是一个政府 然后实质的承认也在里面 然后军事上也有些义务啊 等等啊 那这一些就会使得 两岸真的在做政治谈判的时候 美国必须介入 美国必须介入 我认为 这个应该是 民进党政府的终极的思考 当然我不是说政治谈判就要发生了 可是他预期未来即将发生嘛 所以他对这个法案 那个支持力度我认为是很大的 而且据我了解这个法案啊 这个也不是 大家想的说是美国的国会自己在那边想而已啦 事实上大概也结合了海外的台湾人的团体啊 FAPA啦 GTI啦 各式各样 我认为也包括台湾的外交部 方方面面啦 因为这个不是一天出来的 107月的东西 是汇整了很多年的东西啦 然后就弄出了这样的一个法案啦 不过这个因为他实在是 空前震撼 包含了如此多的敏感的内容 所以你当然也可以去想象大陆的态度 还有美国有些人的态度啊 中方当然有人陆续写文章了 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预期的啦 这个王概概是一个智库平台 他写了一篇文章啊 他说台湾政策法事实上就是激怒中国大陆尽找动物 这个事实上很多人也持这样的看法 那这个事实上就是一个问题啦 就是说这个 如果美国手上一直有这个武器啊 那等于就是他随时用 那中方就必须有所反应嘛 所以中方也必须要针对这个问题做深思啊 不然就等于就是啊 美国手上有一个东西啊 可以随时来引爆 台海战争啊 我事实上我跟杨永平老师都讲过这个概念 我说这个叫诱打 诱或诱使你来打这个仗啦 而且是在你没准备好的情况下来打 如果只要丢个东西 那你就必须做这个反应 所以王概概他就说第一个 就在中国尚未做好武统准备的情况下 迫使中国提早动物 然后美国呢 就透过经济手段 对中国做全面的围剿 他认为这个是提出台湾政策法的目的 我相信一定有人支持这个观点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 中国大陆继续保持克制 那美国就会发现他得逞啊 他成功的修改了现状 那这个继承现事实 北京没有反应 然后让这个继承事实继续往前走 那美国也得分 你知道吧 这简单讲就是说 这个王概概他就说 美国事实上就是 设想丢出来之后 有两种可能性嘛 一个就是在你还没准备好的时候 逼你来打 那我就趁机去发动国际制裁 就比照对俄罗斯打乌克兰吧 那第二个就是 我得逞了 你只做了相当激烈的反应 可是没有真的打 我得分啊 那我就让这个修改的现状 继续往前走 所以这两个情况 对北京都是不利的 这是王概概的说法 那另外也有人说 这个必然会先翻的中美关系 这是天崩地裂的变局 那李中光他写了一个文章 他说这个比佩洛西 大陆是用窜台了 比佩洛西来访性质严重十倍 必将掀起狂风巨浪 我在这里只起个头了 我只跟各位讲这个事情是 非常严重 那即使他不会过 或者做了修正 那我认为有关军事的部分 事实上已经提前部署在台湾了 所以各位 大家住在台湾的朋友们啊 你们也会看到这个法在台湾实际上所留下的一些足迹啊 那我们当然 希望能够有一个智慧圆满的危机应应的一个处理啦 不过就是下里 后天 9月14号这个法初步登场啊 那值得大家来严肃的关注啦 好